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韩国法院今天通过书面审查 决定批准逮捕前总统李明博 李明博沦为第四个社府被捕的韩国前总统 韩国检方指出 李明博不仅受贿110亿韩元 还曾秘密筹集339亿韩元 一旦罪名成立 他面临最高45年的刑期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深夜批准逮捕李明博 韩国检方即将前往李明博的私底实施逮捕 据悉李明博将被关押在首尔东部看守所的单间牢房 因朴检会已于去年3月31日被逮捕 韩国时隔23年重现两名前总统同时入狱的情景 韩联社报道 法院原定今日上午进行必要性审查 但李明博拒绝出席 只有律师出席 因此法院改为书面审查 当地媒体报道 检方向法院提交的逮捕令 申请书长达207页 较去年申请逮捕另一名前总统朴检会的文书 多超过两倍 这名77岁的前总统面临至少12项罪名 包括受贿 李明博涉嫌在2002年至2006年担任总统期间 收受两任情报机关首长特别经费名义的汇款 又涉嫌收受三星电子及其他金融机构 建筑商前议员等的贿赂 总额超过110亿韩元 他亦涉嫌通过公司侵吞及逃税 将近350万韩元 他是韩国第五名遭检方调查的前总统 其继任者小锦会去年因放任闺蜜干政被捕 自己也被指控受贿 目前正在关押中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